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评论,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在台湾海域发生的重大事件 这起事件不仅震惊了岛内,也引发了广泛的国际关注 7月2日晚上8点左右,大陆海警在金门东北部海域查扣了一艘澎湖籍渔船 这艘渔船及其船长和船员共5人被强制登船检查后带回调查 这一突发事件迅速成为媒体焦点 大家纷纷猜测事件背后的原因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 第二天早上10点,台湾所谓的海巡署召开记者会对此事进行了说明 根据海巡署副署长的说法 当晚20点14分,他们接到了澎湖籍渔船大禁满88号的求助信 曾在金门撂罗巷东北23.7海里处遭到了大陆两艘海警船登舰扣押 随后台湾海巡署派出三艘海巡艇赶赴现场 试图进行救援,双方进行了喊话交涉 但大陆海警要求台湾海巡艇不要干涉执法 最终台湾海巡艇未能成功救援 渔船被带回了大陆围头港 从这些信息中可以看出 大陆海警此次行动的地点 是在距离金门撂罗湾大约31.4海里的地方 台湾海巡警试图干涉但未果 最终只能放弃 这一事件明显让岛内产生了极大的挫败感 许多政界人士和媒体纷纷表态强调越界的问题 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点需要注意 所谓的越界问题并不存在 金门海域目前没有明确的界限 大陆海警的执法是依据相关渔业规定进行的 而不是因为渔船越界 例如渔船可能违反了休渔期捕鱼 渔船安全设施不合格 船员证兆不合格等规定 因此无论渔船是否在金门撂罗湾 只要违反规定 大陆海警都有权进行查扣 事实上根据国际法和中国的相关法律 金门马祖及整个台湾地区都属于中国的领土 因此中国的领海线同样适用于这些地区 也就是说金门地区包含在中国的领海内 对这些海域的管理和执法权应属于大陆相关部门 因此大陆海警对这些海域进行执法是合理且正当的 那么为何大陆海警要查扣这艘澎湖渔船呢 表面原因当然是渔船违反了相关规定 例如在休渔期捕鱼 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与两岸关系 以及大陆对台湾海域的管控有关 通过这次事件 大陆展示了对台湾海域的执法能力和决心 这无疑对台湾方面形成了强烈的震慑 对于台湾来说 需要逐渐适应这种新的局面 在统一大势所趋的背景下 大陆对包括台湾在内的所有海域进行有效管理和执法 是实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步骤 台湾方面因认清这一现实避免挑起无谓的争端 总结来说 这次事件表明大陆在台湾海域的执法力度正在加强 台湾方面需要冷静应对 避免将事件政治化 以免引起更大的冲突 同时这也提醒我们两岸关系的复杂性和敏感性 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